开拔 美国重量级拳王来中国耀武扬威 连续击败多名中国猛将 结果惨被少林寺巨人五秒包头数十拳 当场打到荤死擂台 好多观众朋友们 现在出场的选手就是美国的功夫熊猫 史丽文班克 在击败多名选手之后 现在的他可谓是狂妄至极 今天迎战他的就是少林寺巨人 阿斯哈提 这场比赛阿斯哈提的实力可谓是极强 让我们期待一下阿斯哈提的精彩表现 好多观众朋友们 现在比赛已经正式开始 现在场上红方选手红色短裤 就是我们的阿斯哈提 这边蓝方选手黑色短裤 就是史丽文班克 这场比赛我们看到 史丽文班克是要比咱们的阿斯哈提 身高高上一些 所以说这场比赛阿斯哈提一定要小心 现在让我们期待一下阿斯哈提 在这一场会有怎样精彩的表现 无法造成了一个无效的比赛 对刚刚我觉得阿斯哈提那个扫梯 扫在对方的这个小杜楠 大杜楠之上没什么效果 对两个人的这个身上的这个 抗击打的这个防护太多了 在我们赛前的一天 撑中没有任何的反应 所以只能是攻击最脆弱的部位 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 咱们的阿斯哈提最终也是没能起身 这场比赛可以说非常可惜 咱们的阿斯哈提是败给了这个史丽文班克 但是这种重量级的比赛 一拳KO对手是常有的这儿 那下一场比赛一定要更加的小心 那这场比赛结束没多久 我们的中国小伙周立涛 来挑战这个史丽文班克 那我们看到周立涛的这个身材 还是比较魁梧 而且长得也有一点像咱们的 中国功夫熊猫奥日格勒 那这场比赛让我们期待一下 周立涛会有怎样的表现 好的各位众朋友们 现在比赛已经正式开始 那这一场依旧是挑战这个史丽文班克 那现在场上红方决手就是我们的 周立涛 那里边祝使使使使励们 多虚无一人 South national 室里 Kirby drilledunde 到死 arbe 薄 核 research 实际上 室里 哼 浮 太小硂 habe了 好 Dan是好 好 �� деле 就是 就是要烹飾了 小磁流 不用砂 insulation olor天地 拍摄我 肉絲 水 棲 大概10了 我當過了 你拿了 你拿了 在送他 的樣子 你拿回來了 我可以送妳 我拿回来 我拿回来 这一下之后 咱们的邹丽涛也是不行了 在这个史蒂文曼克重拳之下 加上这个体力的流失 咱们的邹丽涛是很遗憾 败给了这个史蒂文曼克 这场比赛打到现在 这个史蒂文曼克已经连赢了两场比赛 想必各位观众朋友们 现在心里也是憋了一肚子的火 恨不得自己冲上去 暴打这个史蒂文曼克 但是千万不要着急 我们马上迎来了今天的复仇之战 现在出场的选手就是 我们的中国猛将叶祥 那叶祥的实力真的是强到令人发指 因为他所有的奖项全部拿了一个遍 所以说这场比赛 让我们期待一下叶祥会有怎样精彩的表现 好的呢 现在比赛已经正式开始 场上红方选手红色短裤 就是我们的叶祥 那边蓝方选手黑色短裤 依旧是史蒂文曼克 结果杀伤武器来的 这已经战力已经晕到了 战力已经晕到了 好的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史蒂文曼克 是被暴打在擂台边上 无脸痛哭了 那这场比赛 咱们的叶祥打得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为之前咱们的中国决手 报仇血恨了 那各位观众朋友们 这场比赛咱们叶祥打得可以说 是非常的漂亮 那最后 让我们恭喜叶祥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感谢观看